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这并不影响官宣之后 欧莱亚Pro的销量的飙升 肖战刚刚官宣新代言后 欧莱亚Pro肖战同款蒸发棒就登顶千元以上卷发棒热销Top1 而且有网友还在网上晒出了肖战代言欧莱亚销量推移表 表中显示 肖战代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销量就已经突破了上千万 24小时的合计更是已经突破了3500万字的恐怖数字 这还是有些粉丝可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毕竟这次官宣没有任何预热 时间太短 很多粉丝还没有收到消息 所以 接下来一段时间 销量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增长 有消息称 欧莱亚Pro已经全平台补好了多次货了 这得赶紧补货呀 不然货不够 销量跟不上可爱情 这商业能力也太强了 网友们也纷纷夸赞这带货能力也太强了吧 堪称商务王 这还只是官宣代言人没有出现在直播间的情况 要是出现在直播中带货 那数据不得报表 说到这个品牌直播 此次肖战代言的孟杰床上用品就放出消息 将在5月7日进行品牌的新品发布直播 同时还有消息称 肖战也会出现 这让很多粉丝都兴奋不已 纷纷表示期待 但是 最近却没有了消息 让很多网友们都怀疑这件事的真假性 终于 肖战工作室正式官宣了 5月7日 肖战工作室发文称 与肖战一起见着孟杰高端床上用品顺感清凉自在入梦的 冰感黑科技 同时 还有一张品牌新品发布会的宣传海报 海报上面则是写着发布会的时间 2022年5月7日20点30分 海报中间是肖战穿着浅蓝色的西服 非常深情地看着眼前的床单 而品牌官方微博也是发文称 清凉好梦 肖战要你共同探索夏日黑科技新品 锁定孟杰新品发布会 共享夏日清凉吧 并且已经置顶了该动态 现在两边都已经确定了 看来确实是真的了 肖战真的要来到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做宣传了 粉丝们纷纷表示搓手期待 有些更是已经等不及想要快点入手了 而且为了增加气氛 品牌方还设置了神秘小彩蛋 只要输入相应的指令 就会有一个帅气的代言人出现 很温馨地和你说话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是也让人非常的亲切 至于代言人是谁 小鱼不说 真的是太期待了 时隔这么久 终于又可以看到肖战出现在直播间了 回想起上次肖战出现在直播间 还是上次呢 作为目前国内的代言小福星 肖战不仅影视剧代言非常厉害 主演的电视剧 甚至连军旅题材电视剧 王牌部队都能销往海外多国 并收获不错的成绩 他的商业代言更是非常突出 每一次的官宣都能引起抢购热潮 在2021年官宣近30个高品质代言之后 肖战2022年的第5个代言官宣了 那就是国际大品牌欧莱雅 相信这个品牌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 除了有护肤品牌 还有美发等产线 在官方官宣肖战代言后 一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亿 现在过去24小时 肖战代言的欧莱雅 在网络上的热度非常的高 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了3亿次 24小时的产品销量曝光 近4000万的销售额 足以证明肖战的带货能力 从相关统计的数据来看 已经有两款产品卖多或下架 随后开启预售 也有近300万的销售额 卖得最好的 当然还是发膜和洗发水3万多件 销售额就达到了1600万 加上3万件的数据 已经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有理由相信 这个数据已经很接近4万了 中发棒这种单价上千的产品 也卖出了6500件 销售额1400多万 加上其他产品 欧莱雅24小时销售额近4000万元 可能还有很多黑粉在质疑肖战代言 是通过自己的人气 抬高物价割粉丝的韭菜 然而这次有粉丝曝光了代言前后的单价实力打脸 不仅产品的容量增进了几百毫升 而且单价还降低了60元 不知道黑粉的脸还疼吗 读者朋友们 你们这次有抢到相关产品吗 你们购买肖战代言是刚需吗 你们会继续支持肖战的代言吗 厉害 肖战代言欧莱雅24小时销量近4000万 网友晒代言前后单价打脸了 5月6日肖战官宣的欧莫某高 端沙龙美发品牌非消耗品的卷发棒 售价2180元 官宣一天销量超6500架 目前不到两天时间总销量7000架 销售额超千万级别 为官宣前该商品显示月销售额仅为11 这种非必需品非消耗品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小的 同等价位以上的卷发棒在电商平台 一年的销量都没有这个数 同行直呼这是直接结束比赛 主推款发模售价540元 目前销量超4万家 销售额超2100万 商家备货有限 几个链接几千库存都不到一小时受空下架 目前预售显示洗发水预定已超过1万家 新商务官宣两天不到 旗舰店单品牌不完全统计 销售额已超4300万 这是高端沙龙美发品牌 单价四五百的洗发水和发膜 也算同类中的奢侈品 当然 这对能把高奢全球买断货的销售粉丝来说都不是问题 粉丝中占大多数为成年女性 且主导家庭消费权 一直都是销售粉丝能保持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 今年元旦开年宏官宣的奥某高端汽车品牌 售价在50多万至70多万之间 一种粉丝也能随便看看外观颜色 选选配置就买 仅仅因为肖战同款 客单价小几时的欧某某卖片 官宣一天销售额破亿 老总直呼顶流是真实存在的 客单价几百块的某某时尚眼镜品牌 官宣销售额破亿 一个出场半小时不到的直播发布会 永生玫瑰带货1.2亿 客单价在3000元左右的石某扫托机器人 依然能买到破亿 该品牌老总公开表示 肖战的带货能力超出他们的预期 导致备货不足 去年代言某牛奶品牌 粉丝直接把白奶和奶卡买到断货 代言统一食品旗下某高端方便面 和某自热米饭两个品牌 均在官宣当天奇景店被搬空 代言以某山楂品牌有名的果丹皮那个 奇景店包括多款零食在内全部被搬空 官宣破亿是常态 搬空旗舰店也是常态 因为人太多导致应用而上的时候 常常把官网小程序 活动页面挤崩也是常态 同样段话的还有高奢品牌 且目前肖战同时手握三大高奢品牌代言 是第一个且目前唯一的 手握如此之多奢侈品牌的艺人 时尚资源在全世界有目共睹 去年肖战官宣真某某奢侈品万表 该品牌负责人此后开直播表示 他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的经历太不可思议 后更是在纽约时报对外回应 言称官宣24小时的销量 远超过他们过去一个月的销量 全球销量 肖战早已不是单单是所谓的顶流明星 对于品牌商来说 肖战代表的是全新的商业模式 业内对他称呼是首席巨星 外媒对他称呼中国巨星 时尚媒体直言 高奢品牌比粉丝还爱他 史无前例的顶级流量和商业价值 肖战早已重新制定顶流的标准 走在巨星的舞台上 从设出设计师到全世界有名的大明星 一句跨界破界闯世界 不是说说而已 我们下个组织 我们下个组织 我们下手的织 你们下手的织